一个女人这么大胆表白你怕吗 面对魔女一而再再而三的火爆心理 都教授是真的怕了 从小就自闭自卑的她 下意识地认为 像魔女这样整天挂在嘴边大胆表白的人 并不是真心的爱 真正的爱应该是她这样 默默地放在心里 就这样 她又决定逃离这个炸炸乎乎的女人 但她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她说出的话 却彻底伤到这个外墙中干的女人 一圈三连点个关注 当回去的路上 看到昔日强势霸气的魔女 如江湿一般一个人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马路上时 她发现了不对劲 回到家的她 拿出了魔女的恐怖小说 想从中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女人 可这一看彻底的吓到了她 原来魔女书中看似恐怖和另类的描写背后 竟然藏着深深的爱意 恐怖只是这个爱的外衣 是一种极度渴望爱 却又经历极度失望后 生长出的自我保护的荆棘 看到这里的多教授才明白 这个看似平时大大咧咧 无所顾忌的女人 原来和她一样 都是一个心内极度需要爱的人 只不过她们保护自我的方式 是冰与火的极端 而今天她的话可能彻底的 将魔女保护的火焰浇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